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靜 歡迎來到防疫的一天 對 我們今天呢就不進工作室不進大 因為今天的人呢已經來到五個人了 那就躲在家裡拍片吧 那這陣子啊已經煮飯煮到有點累了 所以我打算呢就是把Seven的東西買多一點 放在家裡的冰箱反正有微波爐 就一樣一樣的這樣慢慢吃慢慢吃 所以呢 今天可以說是 那我今天準備都比較偏比較新一點 跟我沒有吃過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不需要加熱的東西開始 那剩下要加熱的東西我先拿去一個加熱 好 那我們先吃不需要微波的涼麵系列 這個是新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吹起來怎麼樣 這一碗一碗要79塊啊 那裡面的配料是蠻多的 麵體的本身感覺上蠻多的 所以蠻像是要外面去吃的一碗 雞肉麵的概念啊 畢竟是便利商店的 89塊是79還89 79塊已經算是蠻合理的了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攪拌完後整個長這樣 我沒有攪拌得很均勻 但是它醬汁其實很多 到那個麵體的下方都還有很多醬汁 好 給大家先試試看這個雞肉 雞肉的部分有點柴 但是剛剛像這個醬汁我覺得還行 不過如果是很喜歡吃那種 比較軟嫩肉的話 很不適合 啊我這個人比較奇怪啦 我很喜歡吃有點柴的東西 我就很喜歡吃柴柴柴乾乾的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愛 這個麵體 滿酸的耶 但是怎麼說呢 非常的清爽 它的麵體呢很適合配著 它的肉跟蔬菜一起吃 單吃 單吃的話會有點太酸了 不太適合 辣的部分反而我吃不太到 可能是我比較會吃辣吧 如果它是酸辣麵的話 我覺得酸的體現度比較多 但是你覺得說它不好吃嗎 不會 10分裡面我給 7分 嗯 還不錯 我們來試吃下一道 好 我們的下一道是這個 川味麻辣雞絲涼麵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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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這碗是59塊 它的配菜就會比剛剛的那個 麵還要再少一點 但是就很均勻的 什麼都有 肉的部分就差還蠻多的 所以剛剛那個 分量是蠻多的耶 就是以那個肉片來說 好 那我們來 攪拌攪拌 試吃試吃 啊我個人是很喜歡吃涼麵 因為我一來是 我覺得涼麵很方便 二來是 它吃起來會很涼很舒服 OK 攪拌好了 我要開動了 嗯 又香又麻 再加上這個雞絲 喔 欸這碗 我回過率很高 而且它吃起來又有點 甜甜的 然後後面才有那個 麻辣的尾巾會上來 欸我好喜歡耶 它美東部就這樣說 它雞絲有點太少 喔 它雞絲跟這個涼麵的口感 欲罷不暖耶 停不下來 超好吃的 這碗10分裡面 我只要8分 太扯了 喔 太好吃了這個東西 拍手 過關過關過關 沒想到這麼過的 這涼麵 推薦給大家 OK 下一道 好的 再來我們來試吃這個 天酥地酥的新成品 好我們來試吃這個 天酥地酥的新成品 奶油青醬野菇義大利麵 嗚 嗯 我覺得如果你是吃素食的人 會很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不太喜歡吃素的話 它這個素味其實可以說是 相當的重 可不可以試的那種 沒有在吃素的人 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但是個人呢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這款的話呢 我覺得沒有超越上次那個 那個松露奶油燉飯 松露奶油燉飯 真的太神了 這個差一點 大概7分 嗯 7分 OK 下一道 好的 再來是這個 21世紀的香草烤雞腿薑黃飯 486大卡 這應該如果好吃的話 我就會常買 NO 之前上來說蠻豐盛的 而且雞肉可能蠻好吃的 要給大家試吃一下 啊請不要再吃太多喔 不要再失控了 好不好 不要再失控一直覺得東西好吃 一直 OK 來 雞肉 雞肉很重要 雞肉不好吃就會直接退貨 很好吃 真不會是21世紀烤雞耶 好好吃喔 香黃飯的味道就 嗯 還行 還不錯 不要很差 特別是豆腐 嗯 因為它是微波過的那種鐵板豆腐 所以 還蠻普通的 花椰菜就是一般原本的冷凍花椰菜的口感 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因為高麗菜也是 有那個 國民便當 旁邊那個高麗菜味道 一模一樣 再吃一個 雞肉 我們就可以吃下一道 好爽 在家房間也可以吃得這麼爽 感謝便利商店 偉在便利商店 好 下一道 接下來就是這兩個新的合作 它是琴克樓的 一個是紅燒牛肉飯 一個是玉子燒豆腐飯 那這是米其林 二心美味煎製喔 買外煎製喔 來吧來吧 先吃紅燒牛肉飯 這個紅燒牛肉飯這樣倒完 看起來也是有一點點空虛啦 但是 它東西好不好吃才是最重要的點 先嚐嚐這個蘿蔔 肥好吃耶 它 像是滷了超久的 那種牛肉麵的那個蘿蔔 喔喔喔 很讚耶 然後再加那個牛肉的味道 這樣進來 然後 紅燒味 它吃起來就像是 現場點了一碗 紅燒牛肉燒飯 骨愧是米其林二心的煎製 這紅蘿蔔也是 極其的入味 極其的好吃 這點評價太高了 太讚了 再來吃這個牛肉 它牛塊比較乾一點 可能是因為做成這種 方便即食的樣子 但是 在方便即食的牛肉裡面來說呢 我覺得它是 上等 上等 那我拍到這裡 我還在跟大家說 發現我啊 是沒有任何業配的 就只是防疫期間 為大家試吃試吃 今天選到的東西 怎麼會可以這麼好吃啊 我已經 它扛不住啦各位 我們再來吃下一道 好 再來是這個 魚子燒豆腐飯 剛剛那個紅燒牛肉 就已經讓我如此驚豔 這個豆腐飯 會不會讓我驚豔到下巴都掉下來 哇 還配個大雷 感覺很讚 馬上來一個試吃 它吃起來有那個魚子嗎 它是魚卵嗎 等一下 這是我這邊吃過最辣的一款 辣的恰到好處 豆腐軟嫩入口即化 我整個像是被治癒的一樣 好舒服喔 而且 它這個味道配得剛剛好 肉絲的味道 加上這個 麻婆豆腐辣香 很好吃 真的好吃 好 我已經吃了非常滿足 但是我們還有最後的三個東西 它是這個 雖然有在賣的米漢堡吧 我之前 都沒有吃到過 所以呢我也這次把它 三個口味都買下來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美飯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米飯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米漢堡的味道吧 嘿 各位 米漢堡 微波汗 那就是三個口味 我記得真的出滿久 但是我真的都沒有吃過 OK 那我們先從 壽喜燒牛肉開始 該怎麼說呢 我覺得就滿普通的一個 米漢堡 吃起來跟摩斯的差別有點多 但是以集中性來說的話就還行 那 回過率來說的話 我會說 還好 OK 下一個口味 是不是口味上的問題 泡菜豬肉 其實是很多的啦各位 這還行整個他們都吃得到 好 口味問題 欸 泡菜豬肉 超好吃 瘦喜燒牛肉 Bad 欸不對 你拿錯了 這才是瘦喜燒牛肉 我剛剛吃的是泡菜豬 對 欸 我裝錯盒子 哈哈哈 泡菜豬肉 Bad 5分 瘦喜燒牛肉 超讚 7分 超好吃欸 下一個 鮭魚起司 鮭魚起司感覺很讚欸 喔鮭魚起司好像龍蝦沙拉 大家看一下 龍蝦沙拉 來喔 嗯 吃進去的瞬間會吃到滿滿的鮭魚味 還挺不錯的 蠻香的 可是我現在還是吃不太到起司的口感 嗯 不過呢 比泡菜豬肉米漢堡好吃很多 那跟我們的瘦喜燒牛肉米漢堡比呢 差一點 略遜了一點 所以呢 我們就給他的 6.5分 好吃 OK這就是我們防疫的一天7分的食品開箱 好飽好飽好飽 一餐一餐慢慢吃 可以吃個三四天吧 那大家記得啊 在這個疫情期間呢 一樣少出門 出門要記得佩戴口罩 然後 酒精消毒都要做好喔 最後總結呢 我覺得我應該會常吃的是這個 好剛剛那兩款新的這個 請客樓的這個會飯 真的好吃 涼麵也是大推薦 方便又好吃 OK那就這樣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想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下訂閱還有小鈴 小鈴鐺 不妨點下我的播放清單 OK那我們 OK那我是阿金 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